大家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甫 《每日一支昌》 《昌天的昌》 草枝头,笔顺 就这样,一树,一横,一横,一撇 好,这一个人枝,一撇一纳 占的比较宽的,宽广 在底下呢,要注意这里 这一批也蛮长的 斜度当然不太一样 这里比较直一点 整个间隔着要小心 这口要占比较大 不然如果跟它一样会太扁 再留意 这里要写,写再窄一点 才可以砍进去这边 这是凯数结构 最后要写,要注意这中间的 切开两边的一种平衡感 好,那我们带一点的行书 草枝头的写法还蛮多种的 好,我们先写比较常看到的行书状态 连起来写 就这样 好,那其他呢,差不多 但是我带一点点 流畅感 流畅感 带回来 多一点点连笔的动作在里面 好,我们拉得上去 大概这样 拉上去一点 好,那再来就赵孟福的写法 好,它的草枝头是一个这种蛮有特色 当然它不是只有这样写 好,再提醒一下 好,它是先左边竖,有边横画 然后写上面这一撇再回来 这样带过来 好,我觉得是蛮有特色的 好,还蛮漂亮的 好,也常用 好,撇这边 很特意地把它写短 一般是没有很短 好,待会我们再写长一点 好,给大家看 好,长 这里 好,再一个撇 这边比较重 好,这边就比较轻 而且拉尖 好,做一些区别在里面 好,这是长 那么说,好,带 用它这种方法 当然可以 好,更流畅一点的写法 好,写一下 可以这样轻一点 但是我把它拉长这边 增加一些动感在里面 好,这就比较接近 咸酥的味道了 它的算是形凯 好,再来继续 我们说,开始做 吵枝头做更流畅的写法 这样是分解动作了 更流畅,当然可以这样 整个带过来 好,断笔 这也是,好,连起来 输写 要有快有慢 不能冲头到尾 都是一直在跑 好,这样子 那我们说,有时候呢 这个,开始做神力 这里,这一点不要 写到草书 这里,中间的点也不要 反正点都不要 不重要了 好,看得出来就好 这个字 好,写到草书 好,草字头我们再回过 就是,也是程序这样 当然,它,我们说 来,先把它写往后 这里,变这样 好,省略 好,那草字头呢 也可以配上一个横画 好,两匹人也有这种状态 但是如果说 依照草书的发展 是这样比较接近草书 好,省略 我们先省略 好,那注意 这个,这样算是行草书 那草书呢 要记住 是从这样来的 那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 只要是一匹遗痕 在草书里面经常会变成这样 像荷座的荷也是一样 或者单纯的底下这个仓库的仓 也是会这样 所以最后会变成怎样的结构呢 注意看一下 这个字很容易被误认 这样 这样 好,就是说这样折一下 过来,下来 这样 会变成这里 然后横画呢 感觉就是 它把这里省略 但是横画还是再多一下 还多一下 应该说也是还是两个啦 不能说变一个 但是不上去了 直接下来 下来 口字这样绕一圈 代表着口 这样比较好记 好,然后更流畅一点 我把它写更动感 更多一点 会变成这样 这样一点 一个横画 有跳的感觉 然后这里会这样横着 这样唱 演变到这样 当然有时候不容易去辨认 但是这是还蛮常看到的 没有想要看 这样子 听说是这样的 有时候 要看 在这边 是,我会有点 说是 不容易去辨论 我都不得了 所以我刚刚想要看